HELLO 大家好 我是哲學教練 今天我將帶大家認識了解一下 2020台北馬拉松有什麼賽事特點吧 首先我們現在人在起點的位置 就是台北市政府 今年起點跟往年很不一樣 我們會從台北市政府出發 往仁愛路的方向前進 跟我走 我們會從台北市政府出發 我們會從台北市政府出發 大東來北市政府出發 只能進行世界盤 都會出發 很快轉 50面 by bwd6 在一段中加入中東口的路線 大家記得在凱道上看到攝影師 別忘了跟他打招呼 我们现在位置在中山桥的地方 大家记得上桥前要调整你的跑步姿势 频率加快一点步步小一点 才可以避免在上坡变成步兵 大家记得配速不要太快乱得自己震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马路段我们大约在21公里的地方 会准备上到环东高架 这个时候上坡路段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跑姿调整 频率记得快一点步步小一点 来应付接下来的上坡挑战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坡动大道之后 记得调整你的跑步姿势 在下坡的时候记得身体稍微往后仰步步跨大一点 在一公里后我们就迎接全马的折返点 全马的跑者下坡动大道之后 准备在内湖机场折返 接下我们准备靠右进入河边的赛道 接下来进到河边路段啊 这一段就是最美的台北市河边 大家就好好欣赏河边的风景 继续跑向终点吧 全马的跑者跑到城北桥这边距离是32.5公里左右 剩下最后10公里这时候配速跟普及就格外重要 维持稳健的配速继续往重点前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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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 我们现在在迈出海二桥的位置 那记得这边也是拳马跟半马的选手会在这边汇集 大家要记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往重点继续前进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呢 就是台北马拉松终点的位置啊 那到时候冲线的位置 拱门就会在前方 所以大家记得到这边的时候 奋力冲刺 摆出你最初的pose进终点 那记得冲线完之后啊 要往前画一个半圆 领完你的衣保物资之后 一起到暖身场 参加台北马拉松的嘉年华哦 我们到时候见